康熙46年,朝廷发生了花钱买命的荒唐大案 康熙闻之震怒,经过一番主动和被动选择后 黄八子印刺被命令清查刑部冤案 而后在夜审刑部唐官萧国信以后 掌握了太子罪证的黄八子印刺 连夜将罪证上乘康熙 原本就对太子印人失去最后信任和希望的康熙 在得到太子罪证以后 非但没有做出废除太子的决定 反而前往上书房找到了正在值班的张廷玉 对张廷玉的一番明示和暗示后 康熙在张廷玉的劝说下 将花钱买命案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加封黄八子印刺为郡王的同时 还主观忽略了太子印人践踏国法的罪行 将这场惊天大案轻松处理后 康熙的心中似乎放下了千斤重担 竟然决定前往热河受力 对于这场大清国建国70年以来 最害人听闻的冤案 康熙到底了解了多少 我们从三个方面能够得知 一,解救张五哥 康熙为何不直接下一道御址 让黄十三子印祥前往救人 而非得亲自前往刑场 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 康熙已经认定 如此荒唐的大案 背后主要没有手眼通天的皇子 乃至监理国正之太子的阴影 肯定不会上下沆瀣一气 躲过秋决如此慎重的死刑赋审 二,亲自将张五哥从刑场救下来以后 康熙命力以得权下达了这样一道御址 在以往发生的重大事件中 康熙并不会刻意回避 诸位分管朝政的皇子 尤其是监理国正的太子印仁 为何在这次冤案以后 康熙一反常态 独独召见了尚书房的三位大臣 而越过了这位皇子呢 这说明康熙已经认定这件冤案的背后 肯定有着太子和诸位皇子的直接影响 乃至是幕后主使 三,针对冤案同国为马齐给出这样的言辞 臣担心一层一层彻查下去 倘若牵涉到朝廷的根本 陶鼠济气又将无功而返 宰相的职责是辅佐皇上统帅百官 百官以上众位皇子就非宰相所能管 这几乎指明了冤案幕后黑手 然而康熙给出了自解的态度 这说明康熙对于这件花钱买命案的幕后真相 已经非常清楚 在康熙给予了清查到底的决绝态度以后 太子应仁 黄四子应真 和皇八子应四 分别给予了真实的回应 太子应仁直接暴怒 这说明虽然花钱买命案乃是太子党的成员所为 但太子应仁并不清楚这件冤案的来龙去脉 甚至根本不知道这件事 黄四子应真第一时间找到了吴思道 我想向皇上请命 捅一捅刑部这个马蜂窝 治一治这群祸国殃民的蛀虫 你觉得如何 如果没有最后那句 你觉得如何 黄四子应真绝对是光明磊落 一心卫国的正面形象 但应真对于这种勇敢的行为 明显有所忌惮和顾虑 才会在明明一番义愤填膺后 将决定权交给了吴思道 康熙已经命令严查刑部冤案 黄四子应真也是一副忠心卫国 无论属气的大义模样 那么他在顾虑什么 应真所顾虑的 就是康熙真正的目的何在 在犹豫这是不是康熙对诸位皇子的再次考验 而吴思道 在给予了否定意见以后 也给出了自己的分析 这次刑部冤案审结之时 就是太子备废之日啊 从康熙四十年以来 是谁管的刑部 是太子 每年秋决带皇上勾掘人犯 又是谁 还是太子 这次清理刑部冤狱 名为追查刑部 和各省司法衙门的官员 案中有必将落到太子的身上 倘若皇上想保太子 就会命太子自己去清理刑部 而皇上派其他的皇子去清理刑部 那就是对太子失去了最后的信任 也就是说 吴思道自己明确了康熙此举 才是对诸位皇子的试探 尤其是对于表面上属太子党之皇四子应征的试探 太子毕竟是一个三十多年的太子啊 所谓名分早定 盘根错节 无论是谁 搬倒了太子 他都将不容于天下 不容于朝廷 最终 也将不容于皇上 皇四子应征如果此时一心为国 恐怕会落得一个搬倒太子 主义皇储被天下说不容的尴尬禁地 皇八子应四得知康熙的坚定态度以后 首先冲皇九子应堂发了一通脾气 我同你们说过多少回了 做人要堂堂正正 用人要谨慎小心 可 可是你们就是不听 什么人既然留八女 全是些没复不仁的小人 而你老九 居然把他当做了心腹 这下好了 这样的事也做出来了 连你也脱不了干系 而后应四连夜赶到了上书房 首辅大臣佟国为的扶上 而佟国为则给出了这样的意见 八爷应该知道 皇上那儿不怕做错事 就怕不做事 四爷追逼国库欠款一事 就是最好的例证 这一次皇上十分希望有人能出来 好好整顿刑部和各种的司法衙门 八爷岂有异乎 多成指教 不过我担心这事恐怕会牵扯到太子 好不容易等到一个扳倒太子应仁的绝佳机会 皇八子应四怎么会出现犹豫和对太子的忌惮 个人认为 皇八子应四的这两句回答有两方面的目的 一 对于皇八子应四而言 他既想趁机扳倒太子 又不想让康熙发现自己对皇储之位的觊觎之心 这句发问就是向佟国伟征求一个两全其美的行动办法 剧中对于皇八子应四的再次发问 并没有演绎出佟国伟给出的回答 但从皇八子应四第二日在康熙面前的表现来看 佟国伟应该是主张接下清理冤案的差事 而且要等到皇四子应真主动请因以后再行请求 紧随皇四子应真之后 皇八子应四既能保全自己和应真一样的正面形象 又能趁这次绝佳的机会一举扳倒太子 二 皇八子应四将太子会牵扯其中的担心 主动说给了当朝首府大臣佟国伟 就等于说给了康熙廷 也就是说 在其决定接下清朝刑部冤案差事之前 他必须千方百计掩盖自己的夺敌之心 而佟国伟就是最好的人正 就算佟国伟不会将自己对太子会牵扯其中的担心 汇报给康熙 皇八子应四在一心为公指导思想下 对国之储君的担忧 也会让自己的正面形象再次稳固于佟国伟的心中 既然乌思道和佟国伟在清查刑部冤案这件差事上 给出了几乎完全相反的指导意见 那么到底谁的意见才是真正洞察康熙内心之理性 明智选择呢 我们来看一下刑部冤案的处理结果 就能明确得知 皇八子应四 获在申明事理用心正大处事明达 加封连郡王爵位 刑部尚书司马上 刑部侍郎皇体人 隔职拿问草草收场 在此案件中牵扯到的江南司到府县各级衙门中 官员一律隔职 江南巡言到任伯安隔职 冤案的主从二犯 任济安被判斩立绝 刘八女被判终身监禁 在本剧的旁白中 对于康熙如此草率的处理态度 有着这样的理由说明 康熙四十六年大清国朝廷 发生了贪官巡私枉法 以前买命的荒唐大案 朝野震惊 鉴于此案牵涉到太子 部分皇子 及刑部相关大臣等错综复杂的关系网 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康熙 也只能把刑部尚书司马上 刑部侍郎皇帝人 何止拿问 草草收场 也就是说 康熙对于此案的简单处理 乃是出于对并不知情之 太子皇子的刻意保护 出于朝局稳定 为大局着想的无奈之举 但是此案审结以后 和此案审理之前 康熙对于此案的幕后真相的了解 几乎完全相同 很明显 康熙从一开始就没想废除 应仁的太子之位 主动上成了应仁最壮的皇八子应四 也没有落到天下所不容的被动局面 反而获得了康熙的赞许和爵位晋升 这说明 康熙选择皇子审理此案的真正目的 几乎和太子应仁毫无关系 也就是说 乌司道的劝阻意见 明显没有同国为之主动请因的意见 更符合康熙的真实想法 那么 康熙选择皇子审理刑部冤案的真正目的何在 目的很明确 就是为了考察皇子子应真 1.看一下皇子子应真和太子应仁之间到底有多大牵连 2.看一下皇子子应真是不是真的一心为国一心为民 甚至不惜背负颁倒太子为天下所不容的罪名 3.官员贪腐践踏国法 乃是康熙朝晚期 朝政必病的代表性现象之一 康熙就是要考验皇子子应真是不是真的愿意做一个孤臣 从康熙的一段话中 我们就能看出康熙真正主义的清查人选 乃是皇子子应真 四阿哥得的是什么病啊 回皇上 四阿哥得的是伤寒 好好将袭不会有事 但至少要卧床休息一个月 看来这个事儿只能让应四去办啊 皇四子应真聪明地躲过这件差事以后 康熙的目的并未达到 所以才有了热和狩猎的再次试探 热和狩猎途中 康熙首先表现出了对皇八子应四的特殊恩宠 戴震刺验 而后皇四子应真和皇十三子应祥之间的谈话 需要注意一下 皇十三子应祥在一通担心皇八子应四 会成为新任太子的言论后 对皇四子应真有这样一句抱怨 如果这一次你要是不病的话 事情可能不会落到这个局面吧 我也好后悔啊 后悔自己弄出一场病来 我怎么就言听计从呢 这就是康熙刻意恩宠皇八子应四 将应四刻意塑造成 新任太子人选之假象的目的所在 那就是让皇四子应真心生后悔 逼着应真在狩猎的过程中 向康熙再次证明自己 在真正开始狩猎的时候 得知皇四子应真没有准备以后 康熙问道 你为什么不准备啊 葵花嘛 儿臣大病出狱 体弱气短 术不能涉猎 皇四子应真的具体情况 康熙也是十分清楚的 早在决定热和狩猎的时候 张廷玉询问随从人员之时 康熙就刻意强调了 还有四个应真正在病中 有病也到热和去养 康熙反问皇四子应真 为积极准备涉猎的行为 就是为了刺激应真 好 那你别后悔啊 今天的涉猎 朕准备了一件特殊的赏物 哪位阿哥最出色 可以得到这件赏物 康熙口中所说的赏物 就是蒙古王公用以 敬献给太子的如意 就是象征着皇储位置的如意 康熙的潜在意思很明确 再不证明自己 你就和皇储位置失之交臂了 那么 皇四子应真证明自己了吗 又是如何证明的呢 自己的儿子在康熙面前大放异彩后 康熙问话应真 黄四子应真此言目的何在 皇八子应四的独得恩宠 已经让皇长子应提和皇三子应指心生不满 甚至闹出了自己骂自己的闹剧 如果康熙再以代表着皇储位置的如意 来进一步明确皇储人选 势必会引起皇子之间更大的不满的矛盾 甚至会在远离京畸的热和生出许多变故 影响朝局稳定和皇权稳固 也就是说 黄四子应真用一句话向康熙证明了自己 一心为国 一心为朝廷大局着想的正面形象 得到黄四子应真的回答后 康熙虽然没有将如意还给太子应仁 但将代表着皇储位置的如意赏给红利 就是对黄四子应真的赞赏 又能很好的缓和诸位皇子之间越来越明显的矛盾 应真步步为营 稳扎稳打 让康熙完成了对其所有的必要考察 而后在康熙撞破应仁和郑春华之间的丑事以后 黄四子应真并没有像其他皇子那样 选择主动出击 而是将黄十三子应祥抛了出去 自己则躲在暗处 始终保持着中立态度 对太子应仁 既没有支持也没有落井下石 黄长子应提得到了贬为数人圈敬终生的严惩 黄三子应指 被康熙训斥为疏读到了狗肚子里 黄八子应四和黄十四子应提 虽然表面上没有得到惩处 但经过张廷玉的提醒 康熙几乎已经明确了假太子手谕的出处 也就等于明确斩断了两人的继位可能 而对于四叶党 虽然一个黄十三子应祥也被圈敬 但康熙给出了这样的原因说明 这个新太子是谁 朕心里没有底 但还是这一条 这个人一定要有德 应祥在这一点上就不错 他敢于在应仁 将获重钱的时候 不必嫌疑陪着他 护着他 敬到了一个做弟弟的情义 也敬到一个做臣子的忠敬 关于领普带兵进宫的事 朕会慢慢去查 朕处置应祥 不仅仅是为了这 朕是不容他 在国家逢此大事之际天高地厚 口出狂言 煽乱朝纲 康熙此言最起码有三个说明 一 应祥对太子应仁的情义和忠敬 来自于黄四子应征的安排 这一点康熙非常清楚 对于应祥的正面积极评价 就等于对黄四子应征的正面认可 尤其是应祥被康熙下令锁起来的时候 黄四子应征愿以身家性命担保 用以求情 就是康熙口中所赞许的兄弟情义 二 应祥的举动 让康熙明白了 他并未参与临谱带兵进宫之事 也等于康熙明确了黄四子应征 在这件事上的毫无关系 三 在应祥不知天高地厚口出黄言 煽乱朝纲的时候 黄四子应征曾经给予了明言制止 其行为和康熙此言 有着意趣同工之妙 自此 黄四子应征完美地证明了自己 让康熙完成了对其的考察和认定